男童被黑背心的男子抓住 试图想要挣脱 比出弹额头的动作 但最后放开男童 让他回到队伍中 证明黑背心男子是儿童体恤能教练 这样的管教引发家长担心 新米式淡水这间体操中心 有一名教练是被指控说 对学童动手 而且不止一个人受害 有家长就担心孩子被送到这里 也有过类似的对待 有家长听闻 这名体操能教练对孩子动作比较大 才会请朋友亲自到营队关心 而拍下男童被教练拉住的过程 而这间体操能教室 就是由被指控的教练所开设 教学对象都是儿童 但辖区警方没有接获过报案 也特地到场关心 但暂时没有发现异状 体育局与立刻派员前往现场检视 营业登记 消防安检记录 以及建筑公安等事项 并雕阅监视器 若违规属实 将依儿哨法 消保法 公安等相关规定开罚 体育局检视 影片之后也将派人到场了解状况 而遭指控的教练回应 因为体系能相关课程 很要求专业的动作 也会依赖一些器材辅助 对于小朋友的要求会比较严格 避免孩子在上课的过程中受伤 而被抓住的男童 因为是在户外 石头比较多的地方奔跑 才会做出警告的举动 强调绝对没有刻意伤害孩子的意图 TVBS约会论 郭印新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